4月9号晚间 纳罗湾大酒店为荣获五星级饭店评鉴 及筹备多时的一廊开展 双喜临门办理联合清河茶会 董事长林彦黄表示 纳罗湾成立13年来 始终追求精致 卓越 与以客为尊的服务理念 五星级饭店的肯定这份殊荣 他希望与台东相亲 还有顾客们分享共融 我们是这样子 台东市是唯一 那其实我们后面还有人 会跟上来 我们跟他加油 纳罗湾一郎的规划与开幕 是董事长林彦黄 与董娘邱卫淑云 计划已久的梦想 他们平常就爱写书法 画画也积极的推动 让单纯的铝树叶 有了更深沉文化的温度与风貌 我希望说把这个好的饭店 好的饭店里面 多加一些艺术跟人文的气息 所以我本身对这个艺术是有一点兴趣 不过还是在这个圈外排回 我愿意说这双手来当成是一个 跟艺术界的先进们 跟他们做一个鼓掌的双手 做他们的推手 我希望台东能够在美邪方面 在生活方面都加入美邪的味道 纳鲁湾一郎完全采取开放自由风 首展的台东县东海岸摄影协会 沐浴神游台东之美摄影展 共分为六大单元 四月份推出台东市的主题 透过摄影家的美感心眼 让我们看见大美而无言的台东市 万千风貌 刘热文 刘崇逸 采访摄影